正硬 警察 林姐 所有人回到座位 把身份证拿出来 丁姨 什么事 丁姨 这么多人 丁姨 什么事啊 这是搜查令 我不怀疑你们新一巴藏 软性毒品线料搜查 开趟 关掉音乐 丁姨 开始 别着急 别着急 上不着 上不着 陈子 我们在储物室搜到很多摇头丸 不可能 陈子 这些不是我们的 不关我们的事 夏陈子 你还查清楚 我现在怀疑你们非法藏有和售卖软性毒品 麻烦你们跟我回警察局 丁爷 陈子 你们相信我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真不知道新一巴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摇头丸 就算你们再问我一百次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们真的不相信我 你们可以问安铁和斧头啊 我们有同事在替他们做笔录 新姐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 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 你不用担心 怎么会这样 新姐 你们有个摄影生叫Cherry 刚才没看见他 跟你们员工的记录呢 我没有办法联络到他 我走之前又还见过Cherry的 你们有打他的手机啊 打过 可没人接听 家里没人 你们办法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 苏欣 叶雄 新姐 你没事吧 叶雄 阿慈 没事的 放心 放心 你看 下成这个样子 没事的啊 程四儿 我们新一巴 不会做这种事的 程四儿 你清楚苏欣的个性 你一向同情大理的 应该知道跟他无关的 我们第一次在新一巴 搜到大批摇头丸 在新一巴搜的 怎么了 子姐 你来正好 你来了 我放心了 现在苏欣有事 你叫他们放他回地 慢慢查好不好 OK 老八不可以这样的 谁说不可以啊 明智他是无辜的 而且法律也无外不认情 你听我说好不好 因为有证据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办的 稍后可能会有警察 到你们家去搜查 喂 你这 你 现在我要开会 开完会我打电话给你 OK 程四儿 一会儿把报告交给我 有信 喂 那不行啊 喂 那 不用太担心 不行 你听我说 喂 不要收拾了 只管叫他们来搜 搜个天翻地覆也不怕 我们会买摇头丸 赚这种缺德的钱 比抄家还恐怖 一队人马冲进来 翻得乱七八糟 连放那一库的抽屉也搜 真可怕 你说我怎么能不活 怀疑到我们逃上来了 我被英雄这辈子 从来没这么难看 以后拿什么脸去借人哪 老爸 你不妨这么想 现在不就可以证明 我们身家清白了是不是 这样吧 明天我到文建会议员那儿 跟他谈谈 他最爱帮小市民 说不定能帮到肃信 要不然上街请愿 为肃信申冤 没有用的 算了吧 那个算是自己人 都不闻不问不管了 靠外人来帮我们 别做梦了 老爸 没有人愿意发生这种事 这件案子落在紫剑手上 他自然要照程序去办 换的是你女儿 我也会这样做的 你当然是帮她说话了 我说的是事实 法律是公正的 警方调查了新姐 证明她没事 就一定会放她的 你放心 她不会有事的 希望是这样 哪个王八蛋这么整人的 你说 这样分明是陷害我跟苏欣吗 喂 对了 你们警方找找那个 Cherry找到现在还没找到 还有那个子杰啊 以前我一call她 她从来不敢不复机 现在联系不断地call的也不复 喂 会不会是他们两个 老爸 你听我说 你千万别搞这么多事 万一越搞越大 你不但帮不了新姐 还会害了她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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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现在告诉她 她施工十万火机找她 叫她马上复机 如果不复 这辈子不用复了 就这样 这么生气干吗 也许她没带复机 或者复机没有电了 那她手机也忘带了 没电了 哭了她一天一夜了 打她手指头都疼 还找不到这小子 不知道她死哪儿去了 来来来 喝杯啤酒 下下火 消消气 来 来 来来来 干 干杯 干杯 喂 你喝茶 是啊 我正在复刑啊 鹅肉 鹅肠全都不能吃 我只能闻闻 喝过 喝啤酒 咱们还是不是哥们 是 顺点喝 只喝一点 喂 干什么 小生 做兄弟的是不是 只有金生没来事 那当然了 那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 你一定要帮我 把子杰给我找出来 如果找不到她 那我们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你冷静一点 警察已经在调查了 既然我们怀疑 Cherry跟这件案子有关 就会查下去的 你说话的语气 跟我女儿说得一模一样 志望别人帮我找啊 不知道找她何年何月 你是警察 一定有办法找到她的 如果我像你 当那么多年警察 我自己去找了 干吗靠你 喂 你知不知道 这件事啊 影响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啊 放心 欣姐没做过 她不会有事的 她已经关起来了 到现在还没放出来 小生 我为英雄这个人 你不是不知道啊 几十年来 稀里糊涂地做人 什么都不懂得珍惜 现在男的有素心啊 愿意陪我走下半辈子这条路 他出了这种事 你说我怎么能不紧张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啊 懂 那 你为了女朋友 戒肉 戒脂肪 戒酒都愿意 我现在要把素心救出来 你说我是不是什么都要做啊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啊 我当然懂了 夫妻情重患难见真情嘛 总之我跟你 跟欣姐就不用说了 一句话 欣姐有事 就是我有事 那行了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我放心了 来 来 这杯你不用喝了 这杯我敬你的 来 不怕 喝一点不要紧 不不不 你给你看着我喝 我喝 看明 会不会妨碍你 不会 坐 我今天来 是想问你欣姐的案子怎么样 郑公对她不利吗 是有点麻烦 你们打算 起诉的 表面上证据成立 所以一定要移送罚办 明白 我知道这件事 对你的心情多少有点影响 但是这案子正好由我负责 由于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我看我们必须避嫌 我不想为人讲闲话 我明白 你修得对 我回去了 专心办案 不自 行了 放心 我没事的 拜 发生部 我是西九龙住院族矿警司 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 吃饭了 这么一点饭 喂猫啊 那你现在过重吗 淀粉质太多 热量很高的 水煮菜心 少油 水煮鸡胸肉 少盐 清当水煮鱼 没味道 清淡一点 健康吗 就是啊 太前呢对你的肾不好 太油呢又会有 挡骨唇 对喽 有没有镜子 干嘛 我吃了那么多天没味道菜 我想照照嘴巴 有没有歪 你别这样子 我给你吃啊 昂咕咕 是不是很好吃啊 好过没有 我一直在幻想 如果有块火腿 煮上汤勾芡 浇在上面 你说差多远啊 那你就换一下吧 晚一点我煮稀饭 放两个干贝调味好不好 好 我煮给你吃 不用 我自己煮就行了 你累了 吃完饭回去睡觉 我今天不走 为什么不走 在这睡啊 为什么要在这里睡啊 我明天一大早就要工作 你这里去上班比较近 干嘛一大早就上班了 矿子有事要我们帮他查 哪个矿子 你的命中克星 西九龙重案组矿警司 他叫你查什么 最近在心意巴破的 摇头玩案子 拿了很多证物回来 他叫我们验清楚 是不是真的跟王素心有关 我猜他是想帮心姐 讨回清白 他会这么好帮心姐 你们当警察的 不是什么都讲证据的吗 是真的帮心姐才好 你不要再说了 你赶快吃 吃完了我再给你煮稀饭 我们早点睡 我什么时候答应 让你在这里睡啊 那你什么时候 反对我在这里睡啊 总之你在这里睡觉 就是不太好 怎么了 你怕你怕你怕你会把持不定 还是怕我怕我会把你吃了 总之你这么快在这睡 不太好的 我还没有心里准备 为什么 总之 总之孤男寡你共处一室的其中一方一定有损失的 你是怕我结财 你是怕我结财呢 还是结色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个好女人吗 我是一个好男人 万一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那对你肯定不好 对我也不太好 我们会蒙上五点的 可以擦掉的吗 擦掉也会有印子嘛 总之老妈说的 男人不能占女人便宜 女人不可以在男人家里过夜 一句话吃亏 可是我跟你不要 那你明天要很早起来 我打电话叫醒你 保证你一定不迟到 来来来 不累呀 快回去睡吧 你都困了 明天早起来 来来来 总要让我把饭吃完了 拜拜 让你吃了这顿饭我还逃得了 现在的女人真大胆 居然想搞定我 没那么容易 她有没有搞错呀 阿姿到底是她的女朋友吗 薛姐啊嫁给你爸也就是你妈了 这个矿饭啊 一点面子都不给 就是嘛 怎么可以扣留岳母 不准保释呢 她当你是什么 要是我啊 早就翻脸了 老人说我真的觉得没有问题啊 公事公司是私嘛 说得对呀 矿饭一向都是铁面无私的嘛 你们真无聊 对了 最近没看见你们在一起吃饭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她公报私仇 都说不是了 喂喂喂 你记不记得以前有部电视剧啊 有个坏蛋警察寒冰呢 他娶了西美珍之后啊 还害得他家呢 是是是是 害得周润发好惨呢 表面是大好人呢 对老婆非常的好 其实坏透了 你们这些女人 嘴巴就是闲不住 唯恐天下不乱 是不是一天不说是非就会死啊 你叫我做的事啊 没做完 我把东西拿走 拜拜 谢谢你救了我 你不用理他们 他们几个口无哲拦 你说真的 他们也都是关心我嘛 总之你别让他们洗脑 矿所哪一点像寒冰 当然不像了 他只是不想寻思嘛 你也会这么说啊 你别看矿所不闻不问 其实他悄悄做了很多事 我听方婷说 他已经叫法能母子妻验清楚 他也想尽量多找些证据 证明心界是无辜的 放心 旷所是破案率最高的警司 你是他女朋友 应该信任他是不是 你知道吗 这几天 你是唯一一个替他说好话的人 谢谢你小生 干嘛这么客气啊 我们再见也是朋友嘛 总之以后你想找人聊聊 随时来找我 我也想你开心啊 子 喂 你们走快一点行不行啊 指望你们救命的人可就惨了 太时光 今天我们找了十几家酒吧了 能找到早就找到 可是子杰到现在还没找到啊 说什么跟他是好哥们儿 说什么暗恋人家 连他平时去哪里玩 你们都不知道吗 哎呀 我们知道的全都去过了 只是一样这一家了 如果没有我们也不知道 上哪儿去找他了 走吧 哎 太师公 那个跳舞的女孩子叫做金毛铃啊 跟小师傅有熟的 对啊 以前我跟小师傅来这儿的时候 她有跟我们喝过酒 哎 这位铃姐 喂 师傅阿玲啊 喂 喂 喂 金毛铃 什么事啊 大叔 你找人啊 对 我找人 我找你啊 我不认识你 你找谁啊 喂 你是不是跟宋子杰很熟啊 你告诉我她在哪里 我们急着找她呢 放手啊 好疼啊 喂 知不知道她在哪里啊 不知道啊 听我说 什么事啊 不关你事 不关我事 还我女朋友 来 快过火盆 快运走 好运来 可怜哦 没见两天变得这么憔悴 外婆 要你担心我真对不起啊 别这么说 我们是自己人嘛 我把你当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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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个子 去哪里 去哪里 我把你当女朋友 我把你当女朋友 干什么 你用对她的 我把你当女朋友 这种女朋友 我交给你 我不是我的štiny 你专门 我似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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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 你逛了一天 就是买这么土的东西 你别碰我东西 你猜土呢你 好难看啊 方琪 方美琪 很守时啊 那当然今晚很重要 你看 是不是觉得很漂亮啊 因为我跟老妈呢 知道你今天晚上 要跟小轩烛光晚餐 特地过来帮你们布置 是你布置的吗 是我一个人布置的 是啊 你看 这红色的桌布 红色代表浪漫跟热情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很有情调啊 很有情调 全部都是红色的 吐死了 还有啊 现在哪有人买剑蓝呢 又不是拜拜 一定是浪漫 当年你老妈像我求婚的 也是拿着剑蓝来 我才答应他的 是啊 你们的当年啊 六十年代那个当年嘛 现在当然是插玫瑰花了 对不对 玫瑰花才漂亮嘛 玫瑰花有什么好啊 玫瑰花又贵又快凋谢 剑蓝朵好 十块钱四只 你别理他啊 这组 喂 我知道你们要烛光晚餐 我连蜡烛都预备好了 你看 多漂亮 人家烛光晚餐呢 老妈 这是结婚用的龙凤竹啊 哪有这种烛光晚餐呢 笑死人了 这种蜡烛才漂亮啊 我觉得丑死了 芳瑰我跟你说啊 吃饭最要紧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放这个粉金苹果 助长爱情韵 你放在桌上的 给小生吃饭 你把个玻璃苹果 放在有什么样的啊 然后你跟他聊天 当然是蜡烛才有愿 二位姐 四起 其实你们的东西都很好 我说真的 可是我也带了东西来布置 相信小生会喜欢 这个蜡烛是比我的龙凤竹漂亮啊 你的花也比我的剑蓝漂亮 好美啊 那这就叫品味了 傻丫头 学着点 我想小生应该会喜欢 她一定会喜欢的 我呢 连今天晚上的战衣都准备好了 战衣 你真是很有心思啊 这次要是小生跑得掉 我把头都砍下来 口水群 我的美味打工春准备好了没有 来了 看看看看 鸡皮龙虾 牛油铁板烧 西西兰一级肉眼牌 加上一瓶法国八二年的红酒 还有还有 一打生猴 我跟口水群私人送的 海鲜 太棒了 谢谢你们 你今天晚上要谈情说爱 不要浪费了它吗 小生 正好很补的 可以增加那个 增加什么 增加你的口水口水节 你真无聊 小生 我们为你下半辈子招讲 昌师傅 我陈小生是正人君子 这种趁火打劫的事 我是不会做的 不把握机会糟蹋了 糟蹋什么 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我已经很满足了 来来来 赶着回去吃饭给我 是 是 没错啊 五楼B座是我的家啊 那里边那个大陆辈的女人是谁啊 怎么了 不喜欢我这么穿 不是 你这样很漂亮 怎么突然穿得这么漂亮 跟你吃饭穿得漂亮 表示尊重你不好吗 好 好 非常好 什么这么香啊 是迷香啊 屋子香香的不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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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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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早 我把你吵醒了 不管你的事 是我自己安乐性 我做了早餐 你快点刷牙洗脸 怎么了 还不去洗脸 我 有话要跟我说 对 我有话想跟你说 可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是这样的 你是我女朋友是不是 我是你男朋友 虽然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可是有些事情呢 懂不懂啊 我听不懂 完蛋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所以我自己也不懂 我简单地打个比方 就说你今天太阳带很漂亮 老实说很有欣赏价值 也很有纪念价值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不留神 弄破了这个蛋黄了 所以蛋黄流了一盘子都是 自然就不哑瓜了对不对 明白明白 你是说你不喜欢吃太阳带 那我去炒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直接一点说 这 其实呢 我想说 我真的没想到 你是 什么 你是 第一次 怎么 看我主动追你 以为我是一个很随便 很开放的人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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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误会啊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我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你知道这种事啊 非同小可吗 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后悔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我不会后悔 我是心甘情愿的 我这么说 不止因为我很喜欢你 我也有事过追其他人 可是那些人 并没有一种 会跟我结婚生孩子的感觉 小生你不一样 我知道你是一个 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 跟你在一起 我知道我一定会很幸福 会很快乐 所以我不会后悔 怎么了 你感动啊 你感动啊 没有 你有就告诉我嘛 是不是 不是 你干嘛 你感动你就承认吧 我们这么熟 没有没有 没这回事 不要再问了 我不说了 我去洗手间 别跟着我啊 别跟着我来啊 不要 根据法政部送过来的报告 从我们搜到的几十包摇头碗里 并没有发现王素欣的指纹 可是却发现朱卓丽跟其他人指纹 事实摆到眼前了 这件事一定跟朱卓丽有关 虽然是这样 可是不足以证明心结是无辜的 不过嘛 要是能够找到朱卓丽 那就一定会学老师出 谁不知道啊 可是现在朱卓丽跟他男朋友宋子杰躲起来 怎么找他呀 也不是不能啊 他们帮红莹社做事 程四儿 会不会是他们把他带走了 不管是不是 总之现在 我们一定要比红莹社先找到朱卓丽他们 OK 耶四儿 走 走 快点 快点 好啊 快点 马 马哥 马哥 放过我们 不管我们的事啊 马哥 春瑞 你很喜欢玩捉蜜藏 不是 要我找被全哥 你才把你找出来 好 警察到处在找我们 我们不躲不行啊 是啊 马哥 警察找到那批货我们也不想啊 不想 不想 警察搜到货 你为什么可以跑掉 是不是你报警 我没有啊 不是我们 我们没有啊 不是我们 我 我把货放在小冰箱里给客人 谁知道被老板娘拿走了 我就跑了 我害怕嘛 我跑了警察就来了 不关我们的事啊 这件事不是我们做的 真的啊 马哥 真的啊 马哥 你相信我吗 故事我听完了 你们两个可以留多久呢 不是我能做主 看见他们 是啊 马哥 不关我们的事啊 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 走啊 法政科的报告已经出来了 正是在装摇头丸的袋子上面呢 发现朱卓丽的指纹 可是没有发现王素欣的指纹 如果呢 那包摇头丸是王素欣的 上面应该有她的指纹才对 可是现在找不到 有此证明啊 王素欣跟这件案子 可能真的无关 表面看来好像是 但是我跟绿政署方面接触过 大家都认为到目前为止 王素欣的嫌疑始终是最大的 这么说如果朱卓丽跟宋子杰不撩面 那王素欣就 看明 邝四儿 CID那边送了一份文件过来 说有人报警 目击一对年轻男女 被人强行拉上了车 根据目击者对那对男女的形容 有得向朱卓丽跟宋子杰 邝四儿 这位先生报的警 就是你看见那些年轻男女 被一切上车的是吧 是啊警官 是不是他们 警官 就是他们啊 当时行星怎么样 早上我在这里打篮球 我不小心呢 太用力把球打出去了 我就到外边捡球 我捡球的时候呢 有队男女走过来 他们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 突然有部车停下来 四个男人跳外车 就把他们两个抓上车了 走 放手啊 救命啊 上车 你记不记得那辆车的车号和颜色 记得 那部箱形车的颜色是绿色 车牌号码是GB260 行啊 谢谢你 争取时间 马上查这部车的资料 别刺 站住不许动 我看看啊 看看守沙公还在不在的 我看看 妈咪啊 现在写武侠小说吗 你什么时候替我点的我不知道 喂 昨天晚上没回来睡啊 就算我真的替你点过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没有啊 那那那那那那那 别躲我别躲我 你看看你啊 从事招来 不准骗我你快坐下来 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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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跟你有没有什么什么啊 什么梦 你别这么图了 问我这种事 什么我图啊 我是关心你啊 女儿啊 如果你真的选中他的话 你要赶快了不能脱了 你知道这个陈先生年纪不小了 你也不希望他年过半百 才跟你结婚吧 我也想赶快跟他结婚 可是这种事总不能让我开口 你开不了口 那我帮你开口啊 五十桌奖心够不够 五十桌 那不是很贵 很贵吗 嗯 这什么 哇 在酒楼呢便宜很多 可是如果在酒店呢 就会浪漫得多了 哇 你存了这么多什么东西啊 要是能够和小生 在这家宴会厅设计宴就好了 哎 原来你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看样子用不着我替你开口了 那当然了 只要你那天早点到 多喝两杯方太太 那谢谢你了陈太太 拜拜 陈孝生 你惨了 我妈要五十桌酒鸡 这下您有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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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权不说话 你所说的话将会被我们记录下来 将来作为成堂正宫 哎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我知道昨天晚上方琴没有走啊 嗯 你知道 喂老妈 你怎么会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谁像我这么聪明啊 昨天一个晚上我坐到客厅 一有人经过我就看 我看的方琴今天早上才走 哦 人真无证俱在啊 你怎么这么八卦 哎 不用把话题岔开 昨天晚上你到底发他怎么样了 啊 什么啊 什么怎么样 还不是一般正常的做法 正常的做法 是啊 说话惊奇巴巴的 情绪啊 作人出事了 要做个负责任的男人 我说我不负责吗 那打算要几桌啊 什么几桌 请几桌酒席啊 别逗了 哪有那么快啊 别逗了 现在应该筹备了 我赞助你十桌 嗯 我赞助莎莎做你花童 那我赞助我当伴娘 去 人家已经婚了 对不起啊 那我赞助武夫回来当伴娘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找自己人了 那就卓州当花童好不好 哎呀救命啊你们放过我吧 喂我找人替你选日子 还有啊 你去哪儿度蜜月啊 是啊 喂喂婚纱优惠卷呢 对不起啊 这个地方在圆导啊 好走啊 好走啊 船球 船球 船 哎呀 带出去带出去带 带出去点 踢 踢 耶 进了 太棒了 哇这么小的角度都能踢进去 看到 这你进了 哇 你怎么这么冷淡呢 你喜欢这个球队的 来个反应嘛 怎么了 有心事 哎呀 哎呀 就是这样啊 我还是没事了 哎 有心事 要不说 球赛没心情看 我坐这里干什么 回家 你别走你别走 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还挺严重 我 无意中 又不小心 拿了女人一样东西 你说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拿人家东西还给人家就是了 这件东西 拿了没得还 是不是昨天晚上拿的 我刚认识方秦的时候 我以为她是一个很开放 把男女关系看得很随便的女人 原来不是这样 正好相反 这有什么问题啊 不好吗 现在证实了她是一个好女人了 她肯定是一个好女人 现在问题出在我身上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觉得 有无比大的责任 压在我的胸口 大得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所以我的心整天都乱走走走 坐立不安的很不自然 你知不知道吗 还有 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 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知不知道 我等我等我等 不要抓伤自己的胸口 冷静一点 你现在躺下来 躺下来 躺下来 慢慢的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乖 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要坦白的回答好不好 方秦是不是一个好女人 是 是不是很喜欢你啊 是 你们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的机会 是不是好事啊 是 这不就结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 到底有多喜欢她 你到底有多喜欢她 你到底有多喜欢她